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豪公开课 今天我们接着讲俄罗斯前史第三集 先来交代一下叶卡切尼娜女皇晚年的事迹吧 主要就是瓜分波兰 听完这段故事你就知道 为什么波兰那么讨厌俄罗斯了 话说在彼得大帝继位之前 波兰立陶宛联邦可是欧洲强国 这个国家是由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组合而成的正和国 这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形态 这两国本质上是两个国家 可是却又有同一个国王 因此国政决策可以互相配合 所以号称联邦 在近现代的欧洲 这种国家形态出现过很多次 比如大家最熟悉的奥匈帝国就是 1814年到1905年之间 瑞典和挪威也是 这就为什么诺贝尔甲是瑞典创设的 但是和平奖却由挪威颁发的原因 听过彼得大帝那一集的朋友应该都还记得 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大公国的贵族们 有很多都是从俄罗斯那边跑过来的 这里的人与俄罗斯有着复杂的历史情节 而且16世纪时 波兰可是威震欧洲的存在 那时是俄罗斯被波兰按在地上摩擦的时代 好称波兰黄金时代 不过17世纪中期开始 俄罗斯俄普鲁是崛起 波兰所向衰落 开启了悲剧的300年历史 在这300年之间 波兰被周边大国瓜分了4次以上 这段历史有些复杂 外人通常弄不清楚 不过别担心 你把我们这个俄罗斯前史系列持续听下去 你会有个很完整的概念第一 这里我们先解决一个问题 为什么波兰会衰落到被瓜分呢 要知道 波兰在17世纪初期的集盛时期 僵域面积可是广达100万平方公里 这个领土规模放到今天 妥妥是除了俄罗斯以外的欧洲第一大国 而且比起人口规模的话 低管人息的俄罗斯也不占什么太大优势 那么波兰的问题在哪里呢 原因可能会让你震惊 太民主了 不够集权 是的 在17世纪初期 在美国诞生之前半个世纪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数十年 波兰已经很民主了 当时的波兰立陶宛联邦 被史学家称为波兰第一共和国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波兰是王国 立陶宛是大公国 那为什么两国合起来反而会变成共和国呢 那是因为波兰当时的政治制度非常特别 历史学者们认为 这是一种早熟的民主制度 被称为贵族民主制 这种制度有两大特征 一是自由选王权 二是自由否决权 前者的意思是 国王由贵族选举产生 具体来说是 世袭的国王需要被贵族议会认可 后者的意思是 法案需要议员全票通过 只要有一个议员反对 该项法案就不能通过 如何 除了并非全民选举产生议员之外 其他的已经很接近现代民主制度了吧 所以称为贵族民主制 但是别被这种名称给骗了 这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 而是一种变相的诸侯歌剧 波兰实施这种制度 就让国家逐渐变得衰弱 比起周边的君主极权国家 波兰显得一盘散沙 所有的重要议题都是一而不绝 因为不可能有什么议题 能获得所有贵族一致支持 经历过现代民主党派斗争的人 应该都能体会这种弊病的危害 而比起真正的民主国家 这种民主又缺乏广大民众的支持 毕竟有决定权的只是贵族 一旦外敌入侵 你想搞什么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那你就是想太多了 对于底层民众来说 谁统治不是统治 他们根本没有兴趣去替贵族特权拼命 所以这种早熟的贵族民主制 反而促成强大的波兰 被临近专制帝国瓜分王国 我来稍微叙述一下波兰被三次瓜分的过程 就能感受这种制度的弊病有多大了 18世纪后半期启蒙运动传入波兰 中小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开始主张改革 希望能够打破大贵族垄断政权的局面 但是在邻国眼中 这就是爆发内乱了 周边国家早就对波兰的广大领土垂涎三尺 之所以还没动手 只是因为七年战争还没结束 英法奥普二还在混战不休啊 等到七年战争尘埃落定 俄普澳就开始秘密商量 怎么分配波兰呢 1772年5月 俄普澳三国在圣彼得堡密谈 8月5日 签署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条约 然后三国同时出兵 占领波兰的领土 这一次 波兰丧失了35%的领土和33%的人口 靠着割地给俄普澳 波兰获得喘息的机会 但是波兰从此衰落 从威震东欧的强国 变成俄普澳的保护国啊 此后过了20年 法国大革命开始了 波兰人民发起爱国运动 希望赶走入侵者 具体的做法是 颁布五三宪法 这是世界上第二部成文宪法 取消自由否决权 就是贵族的那个特权啊 希望把波兰变成有战斗力的 中央集权型国家 并且与普鲁士签订 反而协定抗衡俄国 然后叶卡杰尼娜被激怒了 再度入侵波兰 1793年第二次瓜分开始 这种赤裸裸的侵略他有胜算吗 当然有 因为痛恨改革的大贵族会帮忙 所以结局是 普鲁士悲戏波兰 再度与俄国联手瓜分波兰 这下子波兰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不到了 变成领土20万平方公里 人口400万的小国啊 而且连保护国的地位都没剩下 波兰彻底变成沙皇的傀儡 波兰国王未经沙皇许可 不得于外国宣战购和啊 这当然让波兰民众非常悲痛啊 反抗活动此起彼伏 最终入侵者决定要彻底把波兰抹去 1795年 俄普奥签订第三次瓜分波兰协定 至此存在800多年的波兰灭亡 当然 波兰人民始终都在为了恢复故国的努力 这一点你听一下 现代波兰国歌就能体会啦 可惜形势比人强 整整四代人的努力都不成功 直到123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四年大战把俄普奥打得支离破碎 波兰才在巴黎和会的决议下重新复国 不过20年后又被希特勒跟史达林灭国了 当然这以后我们再说吧 如果你跳出波兰人民的视角 换成俄国的立场来看的话 叶卡杰林大晚年的三次瓜分波兰 可谓是开疆拓图啊 在三次瓜分波兰的过程当中 俄罗斯独占62% 向西扩张46万多平方公里 这让俄罗斯的影响力 史无前例地深入欧洲心脏地带 这是叶卡杰林娜最后的业绩了 然后女皇的时代就要歇幕了 1796年9月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四世 前来圣彼得堡拜访女皇 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访问 女皇一直希望能把自己的孙女 嫁给瑞典国王 所以打算趁着这次访问 公开宣布订婚消息 但是古斯塔夫四世得知 这位可能的未婚妻 不会改姓路德宗之后 当即拒绝订婚啊 甚至没有出席舞会 就回到了斯德哥尔摩 叶卡杰林娜为斯塔发雷霆 这是他晚年最受打击的一件挫折 此后他的健康就每况愈下 两个月后就因中风去世 女皇去世之后 他与彼得三世的儿子继承皇位 史称保罗一世 保罗一世上台之后不久 法国大革命就开始了 这是一次改变欧洲政治格局的巨变 以后我们会多次从不同角度探讨 这次我们只先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 保罗一世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他很矛盾 他被认为有精神疾病 想法经常极端的变化 机会初期 他自认是救世主的化身 希望重新统一天主教和东正教 并为此在圣彼得堡兴建了 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相似的喀山大教堂 这样的渣谎 当然很乐意介入西游事务 于是1798年 他参加第二次反法同盟 派遣索罗夫元帅远征瑞士和意大利 但是被拿破仑打败之后 又对拿破仑表示非常幸福 希望保持友好 还企图与英国断交 这就让他遭到亲英贵族与大上的反对 最终他被自己亲生儿子发动了政变谋杀 他短暂执政的四年多时间里 俄罗斯民族特有的矛盾性格 在他身上表露无疑 听听当时的人对他的描述 普希金称他为俄国最浪漫的皇帝 英国人称他为哈姆雷特 拿破仑称他为唐吉尔德 如何是不是对这位陌生撒谎 产生画面感了呢 后世的历史学者 则通常称他为疯子撒谎 再来保罗一世之后的俄罗斯帝国 就由亚历三大一世接手了 这位就是我们之前在俄罗斯两次 位置欧洲那集当中提到的 击败拿破仑的撒谎 不过那一集我们没提俄罗斯内部的故事 这次我们来详细说说 事情先从大陆封锁政策说起吧 话说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 列强武力干涉法国内政 这种压力逼出了法国民族主义 这是现代民族主义的起源 给了法国无穷的力量 拿破仑正式而起 在1793年1799年 1805年三次打垮反法同盟 威震欧洲 1804年拿破仑成为法国人的皇帝 注意一下 这种皇帝并非君主制复辟 而是君主立宪体制下的 现代国家统治者 当然周边还处于传统君主制的国家 是无法容忍拿破仑这种新形态君主的 所以在拿破仑宣布加冕为意大利国王后 第三次反法同盟组成 站在欧洲旧贵族的角度来看 这叫我没完没了啊 先是法兰西 接着是意大利 如果不阻止他 恐怕日耳曼也要变色了 就只需将荡然无存 依于湖底 于是俄普奥三国集中权力 是要阻止拿破仑 然后呢 1805年的奥斯特里斯战役 俄奥联军大败崩溃 拿破仑一战封神 皇帝陛下战上人生巅峰 战后神圣奥帝国被迫解散 全欧震动 沙皇亚历三大一世 与拿破仑在主法上会谈 宣布与法国结盟 配合拿破仑的政策 此时 从西班牙到俄罗斯的广大土地上 已经没有公开反对拿破仑的国家了 但是拿破仑还没有赢啊 因为在这场大胜之前两个月 英国海军在特拉法尔加海战 也大获全胜 在陆地上看似不可击败 拿破仑也拿海洋大国没有办法 欧洲霸权之争还没结束啊 转过年来 拿破仑想出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大陆封锁 如果你熟悉明星时期的海精灵的话 意思差不多啊 就是片版不许入海那一套 拿破仑认为海军打不赢 那就搞封锁吧 彻底切断英国在欧洲的贸易活动 让英国民众常常战争的代价 以为压迫英国屈服 客观来说 这一招的确有部分效果 英国经济的确受到重创 社会也的确开始动荡 可是这种封锁是先商挤 后商敌的两败俱商策略 欧洲到商的国家 长期仰来英国提供了货物 这种经济战 同时也让欧洲各国付出代价 法国人也许愿意为了打垮英国承受物价上场 但是其他国家的人民可未必愿意买单 很快的 这种经济封锁就造成了普遍的不满 不说民间自发的走私活动 从来未曾停止过 各国政府也暗中恢复与英国的贸易 甚至拿破仑自己的老婆约瑟芬 也持续穿着英国制的裙子参加宴会 拿破仑拿自己的老婆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看见一条撕碎一条 聊以泄愤 在家里 拿破仑没办法阻止英国商品 在整个欧洲大陆上 他同样无计可施 尤其是俄罗斯 基本上半公开了跟英国贸易 这就让拿破仑动了要远征俄罗斯的念头 1812年春天 法国与普奥结成军事同盟 这是一个明显的讯号 拿破仑要动手了 根据盟约的秘密条款 普军提供2万人 澳军提供3万人参加远征 但是这些秘密条款早就被梅特列送往俄罗斯 俄罗斯也早就与普奥两国达成了出功不出力的默契 所以这实际上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突袭 反而比较像是两国展现国家实力的总动员战争 拿破仑用了半年的时间 就起本国与附庸国加起来超过120万人的空前大军 其中半数将随同远征 61万人的大军 这种空前的规模震撼了俄罗斯 因为通常都是他们人比人家多 这次就反过来了 但是此时的沙皇是酒精考验的亚历三大一事 他与疯疯癫癫的父亲不同 他是俄罗斯的德川加康 出了名的人沉住气 此时在位已经超过十年的亚历三大一事 征战无数 与瑞典、波斯、土耳其打了多年战争 麾下有巴格拉将上将 库鲁索夫元帅等名将 此时的俄军中甚至有与克劳塞维斯齐名的 军事理论专家安托安·亨利·约米尼 与拿破仑仗十大元帅相比并不逊色 至于为什么说他是俄罗斯的德川加康 那是因为他在三皇会战惨败之际的表现 真的很像是1573年的德川加康 在三方元被武田信玄教训后的反应 那是一系列非常有意思的战争 有机会我们再详细说说 总之 俄国在获悉法国即将入宪的消息之后 随即与土耳其谈判停战 并且与英国瑞典地界盟约 共同抵抗法国 万事俱备 就等拿破仑攻过来了 112年夏天 拿破仑集结军队61万 兵分三路大举进攻俄罗斯 这场战争将决定欧洲历史的走向 照惯例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实力对比 法国这边 作战兵力61万 分为两个梯队行进 第一梯队分三个集团 共44万4千人 配备940门火炮 第二梯队17万人 配备432门火炮 俄国这边 西部边境军队共24万 分三个集团 配备火炮942门 显然的 跟征服整个欧洲的拿破仑比起来 俄军无论是人数还是装备 都居于劣势 那该怎么办呢 俄军的指挥官是 巴克莱德托利亲王 跟后来对他的无数战域相比 开战出席他的处境是非常不利的 他手上只有24万人 显然不足以抵抗气势 震胜了拿破仑60万大军 所以他采取了焦土作战 不战而退 还沿途放火 把法军毕竟是路烧了一干二净 今天我们知道 这大概是对付拿破仑的唯一方法 可是换成当事人的立场 就没那么简单了 这可不是纸上谈兵 这种战法要冒很大的风险 因为被你焦土掉的那些区域上的自己人 会对你怨声载道 尤其巴克莱德托利还根不红 苗不正 他的家族是来自德意志的苏格兰贵族后裔 信奉的是德意志地区的路德中 你完全可以想象 在他搞焦土作战的三个月里 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从前线的将官同僚与基层官兵 到后方宫廷中的贵族重臣 都强烈质疑巴克莱德托利 虽然后来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拿破仑亲自率领了法军中央集团 在度过国境时有28万6千人 但三个月之后 在正式战役开始时 已经只剩下16万1475人了 减员43% 这些士兵多数死于饥饿和疾病 事实证明这些战略是对的 但是沙皇还是迫于压力 挣钱换将 启用拿破仑的手下败将 库图索夫上将 替代被强烈质疑的巴卡莱德托利 我年轻的时候读很多战争史的书 都觉得兼壁亲也诱敌深入很容易 觉得那些不懂得这么做的将领很无能 后来读多历史细节之后才明白 看人挑担不吃力 换上了库图索夫上将之后 双方就准备进行战略决战 这就拿破仑时代的战争当中 规模最大也是最血腥的 伯罗金诺之战 规模有多大呢 缔造了一次大战之前 人类单场战役最大伤亡数字的记录 保守估计约有66500人伤亡 这甚至比92年之后惨烈的日俄战争还高 为什么打得这么惨烈呢 因为伯罗金诺虽然只是个小村子 但却是一个距离莫斯科125公里的小村子 如果拿破仑能越过此处 就能近战莫斯科 拿破仑在三个月的远征后 已经疲累不堪了 他非常需要找到俄军主力来一场胜利 对面的新任俄军统帅库鲁佐夫 也非常需要一场胜利来平息舆论压力 所以双方都同意在此决战 那么结果是 开战前双方动员的兵力与火炮势军力敌 击散一天后 俄军率先撤退 并且放弃防守莫斯科 看起来似乎是拿破仑获胜 但是法军伤亡在三到四万之间 并不比俄军的四到五万人好多少 而且远道而来的法军 此时距离补给基地超过一千公里 这些伤亡都是无法补充的 这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战役隔天 拿破仑就攻进了莫斯科 但是他看到的是一片焦土 俄军带走所有的粮食 并且释放监狱的囚犯 制造混乱 最后一批撤离的士兵 还直接放火烧成 看到俄罗斯人连克里姆林宫都能放弃 拿破仑明白 他无法击败这群俄罗斯人 此时已经是九月中旬了 再不撤退的话 凛冽的寒冬就要来了 能否在莫斯科坚持一个冬天再撤退呢 当然不行 带着几十万人在一片焦土上过冬 隔年春天再冒着雨季的泥泥 回头走上千公里 这种事情拿破仑做不出来 在提议停战为货回应之后 拿破仑决心撤退 当年10月19日 拿破仑正式下令全军撤退 这是一场大约1200公里的艰难行军 今天开车走高速公路 大概是两到三天的行程 拿破仑带了几十万军队 则足足走了40天以上 库图佐夫应该不可能读过孙子兵法 但是沙场老将当然知道 龟师勿恶的道理 法军撤退途中 俄军紧跟尾随 但是并不决战 只用哥萨克骑兵游击队 埋伏骚扰法军 这样不断流血的撤退 造成了伤亡更惨烈 11月29日清晨 法军殿后部队退入华沙公国境内 清点人数发现 出发时的60万大军 只剩下不到6万人 这里多说一句 有些士兵其实是逃跑了 比如说 你还记得之前说过的 奥地利配合派出的那3万人吗 那3万人不但没什么损失 反而还多了不少人 因为沿路上很多散兵游泳 都要求跟随奥军一起撤退 所以你可以这样理解 伤亡的主要是法国士兵 最终能跟着拿破仑回到法国的 不足1万人 那么俄罗斯算是大胜吗 只能算是惨胜 俄罗斯损失了40万人 精锐基本耗尽 单纯论伤亡的话 损失比法国人还多 只不过俄罗斯人打仗 向来不在乎伤亡 此后莱比锡滑铁卢两场战役 俄军都是反法战场上的主力 一路打到了巴黎的城门边上 这让沙皇亚历三大一世 威名远扬 之前我们说过了 梅德林还拍了一次不成功的马屁 这大概是俄罗斯历史上 最露脸的时刻了 但是算算账的话 拿破仑本人的确是输了 可是沙皇俄国赢了吗 这恐怕很难说 先从大国博弈的格局说起 亚历三大一世在维尼纳会议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拿回波兰的其他部分 因为那些地方之前被拿破仑变成了华沙公国了 把这部分正式拼入俄国领土 这样一来俄国就可以正式进军西欧 甚至像拿破仑那样成为欧洲的新霸主 显然的这会遭到其他大国的合力阻挡 首先是英国 英国是老离岸平衡手 18世纪的7年战争以来 英国就不允许欧洲出现一国独大的局面 所以英国此时捧喜战败了法国 联合野心勃勃的普鲁士王国 反对沙皇对波兰的任何新要求 而奥地利呢 奥地利希望借由沙皇俄国压制崛起中的普鲁士 但是也绝不允许沙皇再多拿 哪怕是一寸的波兰领土 所以俄罗斯只拿到华沙公国与芬兰 但是前者绝大多数的领土 都是叶卡杰林娜时代就已经被俄罗斯控制的 只是后来被拿破仑抢走而已 不算什么新收获 后者则是1809年从瑞典手中抢到的 算是唯一的获益吧 但是芬兰人自始至终都不认同俄罗斯文化 在隶属俄罗斯的百年期间始终都高度自制 后来沙额一解体 芬兰马上就提筒跑路了 关于芬兰的后续故事 我们等到说苏额的时候再详细说吧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 沙皇俄国死了几十万将士就换了这么个结果 而且攻入西欧占领巴黎的那段期间 还被香槟咖啡沙龙贵妇与启蒙思想 捕食了贵族军官们对沙皇的忠诚心 这群青年贵族军官就是后来的12月党人 这些贵族军官后来随着大队回到俄国 但他们对繁华复数自由的法国念念不忘 于是1816年起 贵族军官们组成了秘密团体 这个组织后来分裂成两派 一派主张共和制一派主张君主立宪制 不过不管哪一派都是要造反推翻沙皇的 这下可好 打赢了法国却埋下了内乱的根源 不过这场内乱跟你想象中的革命政变不太一样 1825年拥有威望的沙皇亚历三代一世驾崩 这掀开了俄罗斯沙皇的继承权纠纷 亚历三代一世没有指示 必须从他的两个弟弟之中选一位继承 不过两个弟弟不是争抢而是推让 最终推来推去16天之后由三帝尼古拉一世继承 新沙皇上台10天之后内乱就开始 这是你从来没有看过的全新企特类乱啊 1825年12月26日清晨 首都圣彼得堡的书命院广场上 出现了3200名军人 整整齐齐的排列为8个方队 然后带头者宣读了重建俄罗斯的几项主张 一 去除权力金钱等级地位的压迫 实现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的宗教理想 二 让更多人享受高尚教育 有机会成为真正的贵族 三 俄国必须改造为北美洲那样的先进社会 要比西欧更文明 自由 富裕 高贵 他们请愿的对象是书命院 是的 他们是来请愿的 武装请愿 这些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职业军人 军官佩戴刀剑 士兵全副武装 他们表示 如果受到镇压就会还击 但是如果没有镇压 他们就平静等待回应 等了将近一天之后 等来沙皇的回应 沙皇调集了上万名士兵包围他们 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贵族革命 做法也很贵族 非常高贵 非常绅士 绝无一点阴谋诡计的气息 你甚至可以认为 他们是向沙皇扔出白手套 要求公平决斗 结果是显然的 全员被捕 大多数人类同家属流放西伯利亚 带斗者被执行了绞刑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有着浓厚的自我牺牲氛围 公开行刑之后 圣彼得堡还举行了盛大的祷告仪式 在那场哀悼这群高贵的叛国者的仪式中 有个14岁的少年隐没在人群之中 他被那些贵族革命家的理想主义所感染 这个少年就是赫尔城 后来赫尔城在《往事与谁想中》写道 12岳党人是从头到尾用钢铁铸铸铸的男子汉 他们自愿赴汤蹈火 他们唤醒年轻一代对自由的向往 他们要洗涤在专制和奴役统治之间 成长起来的民众身上的污垢 这就是俄罗斯野蛮与高贵并存的国度 那么影响呢 12岳党人闹完之后 撒谎对贵族的忠诚更加失去的信心 对贵族的政治放逐也就更加彻底了 从撒谎的角度来看这是很合理的 因为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期间 四个政治犯就有三个是贵族 那么面对调皮导弹 心怀怨恨贵族 撒谎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这个我们下一回再说吧 本期的故事是天好公开课的会员战术完成的 如果你也想听到更多历史故事 欢迎加入支持 感谢您的收看 也希望您会喜欢 我们下次见 拜拜